什么 连我的五指节见你都能逃脱 你这个人类 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家伙 那是一段很不爽的回忆 我也想起了那个 敢大闹荒原的人类 陈枯荣 那确实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类 陈枯荣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在哪里听过 陈枯荣能在我手里逃脱 你绝对不会 我要碾碎你 拖儿 我们该出去了 两位姑姑 快走 也是神光 不 没不起躲了 姑姑 小魔祖 只要你还活着 魔祖就不会灭 白玉公子 拜托了 照顾好小魔祖 死 什么 气息完全消失 小魔祖离开了这片大域 这怎么可能 气息消失得如此彻底 只有一个可能 他们是通过古老的祭坛通道离开的 可是古老的祭坛通道应该全部被毁掉了 为什么还零存时间 立刻推演小魔祖的巨主 他是河头高原的最后一个种子 绝对不容有事 尸天 火载资本太多 前战前退 谁也走不了 你们这些坏人 不准伤害杨树 尸天 不要念战 退回城内 小孩子也敢出来战斗 那就宰了他 小心 杨树 是杨树的话 走啊 杨树你等着 我找李树他们来救你 这个先不要杀 魔祖最喜欢玩弄人类 朱活的 献给魔祖 给我哄 汉原城的阵法已经坚持不住了 到时候直接除了这座城 师父 你没事吧 魔祖太多 根本杀不完 闻事已经灵力耗尽 这样下去 汉原城马上就要陷落了 百掌门到底在何处 为何还不卸身 杨树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和摩天狱 长到屏杀的时候 断了一条胳膊 师父再不回来 真要撑不住了 那些伞修几乎无力再战 现在全靠 常护法十八人撑着 掌门那边暂时还没消息 这次没有奇迹了吗 没想到摩天狱 竟然有十万大军 恐怕 就算掌门回来 也无力回天了 传令下去 撤吧 陆叔 李叔 不好了 杨树被抓了 嗯 嗯 通知长玉山等人 全力拒救杨建峰 其他人迅速撤退 传臣大阵被迫 这下想退也退不了了 哈哈哈哈 海原城终于被我们攻破了 城内的人一个都不要放过 给我宰啦 诸位先不着急杀人 我只说了 要亲自来看看他们绝望的表情 城破了 该露两手了 慢着 白玉回来了 那小子回来又如何 如今局势就算一尊神王也会被十万大军淹漏 先看白玉如何处理 你我不要轻易动手 以免被推演出什么 行吧 关键时刻救他一命 就当还他人情了 回来了 这里是底界 好浑浊的气息 不好 固城大阵被破了 赶紧过去 你们撤 我们为你们杀开一条血路 老城 还是你们撤吧 你们十八位护法还有战力 我们恐怕 连撤退的气力都没有了 我等身为白玉门护法 有护卫白玉门的责任 我们要撤 也是最后一个撤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是死战到底 拼进最后一次血 我回来了 掌门 卫掌门 您终于回来了 徒儿 赶紧收了神通 这些人都被你魅惑了 你不提醒我 我倒是忘了 我现在不能开启魔智心态 否则会被泰坦聚魔 推演出我的方位 我们刚才 怎么了 不知道 好像一瞬间 就失去自我意识了 是这位姑娘原因 雨霄 李堂雪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为师新收的徒弟 你们的三师妹 师父 三师妹不简单 刚才那种精神攻击 可不是普通人能施展的 这个稍后再说 和我说说现在的局势 我前世身为一代女帝 竟看不透此人 师父说的这个徒弟 恐怕有通天的来历 一瞬间让在场所有人被迷惑 这等手段稳所未稳 白掌门能收下这种徒弟 场门愈发神秘了 行事如此严峻 当务之急是击退魔族 救出扬街风 小魔 对了 托儿 你叫什么名字 为师不能一直叫你小魔族吧 昭雨 昭雨 叫声师父听听 这块金石 就当送给你的见面礼了 师父 你有点空啊 这东西在我们那是铺地用的 铺地 这种能启动深海战阶的稀有能源 在摩天狱竟然是铺地用的 这就是大陆和大陆之间的层次嘛 恭喜你收下第三个徒弟 获得十次返还机会 责送徒弟昭雨一枚金石 触发 一倍返还 恭喜你获得一枚金石 什么玩意儿 一倍返还 就给我一枚金石 跟我干什么用的 昭雨 鬼师再送你一枚金石 你自己留着吧 不要 我要这玩意儿没用 师父给的东西 不能不要 看来你手里 确实没差好东西了 增送徒弟昭雨一枚金石 触发二倍返还 恭喜你获得二枚金石 心痛 刚才一倍返还 现在两倍返还 你玩我呢 我知道 这俩孩子是我怀胎四年 有七个月生的 你 手工 身够不全 被人 出去了天脉魂谷 阿俊何在 你 大帝宫山 你怎么惹到那一尊大帝 哪怕你是大帝又如何 不上青云山之全部青云 出帝 所有的仇恨 过来杯就行 报平青云山